随着农历春节的临近 全台各地的年货大街热闹非凡 吸引了众多民众前来采购年货 准备除夕夜的佳肴和过年的礼品 然而 在这片欢乐的氛围中 却潜藏着一些消费者可能遭遇的地雷 最近 有关年货大街坑杀客人的消息频传 引起了消费者的不满和警觉 许多消费者抱怨年货大街的价格不透明且昂贵 尤其是肉钱店和散装糖果店最容易被指为坑杀摊位 有网友在PTT贴文中表示 他们在年货大街购买散装糖果时 称重后的价格高达300至400元 远超出预期 此外 迪化街的糖果摊位 发现即使价格标示看似合理 实际称重后的价格仍让许多顾客大吃一惊 更有在结账台附近观察到 不少顾客对称重后的金额感到震惊 一位大叔装了半袋糖果 被告知须支付740元 服务人员甚至询问是否要补到750元 让大叔一脸尴尬 另一位小姐装了半袋糖果 称重后的价格更高达850元 让他不禁直呼这么贵 对此 摊位老板无奈表示 由于国际糖价飙涨 他们以尽力控制价格 但仍难以避免涨价 随着春节的脚步逼近 年货大街成为了许多家庭 准备年货的首选地点 然而 消费者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 也应提高警觉 注意价格标示和称重后的实际金额 避免不必要的经济损失 年货大街的业者也应该提供更透明合理的价格 以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消费者权益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